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劉威林歡迎收看今天的婚姻新聞 為了計劃,再來由盡農産品質以及競爭率 劉威保積極推動令人進出 並且整個月在全國建築北處的農業産品區域令人無留中心 其中一處就是在婚姻官塞列店一間農業新規公司 12月11號這間農業新規網站電禮 現正在婚姻中提問餐,農業部、代理部長、人準貴以及立委、劉建國頂々的貴賓都出席多年 一般透過,林林中心的建立,讓消費者可以吃到安心 農民的收益也緊到保重 請用錢! 大家歡喜爭菜,代表今年五月分所黨的林林無留中心在這間正式開業 為了加強全國農業營運氣或變成 韓國在市場的競爭力 農業保持110年期,這支推動令人進出 第一期到4年140億以後 希望就能設立令人的系統 讓消費者吃了放心,農民收益也提款 這天出席外長的行政因副議長 電文參馬大營會專利支持推動第二期的價位 農業部用140億要打造全國農漁產品的能鏈體系 能夠從農場到餐桌,可以全流程做品管 也可以增加市場調節的能量 所以這個能鏈計劃行政院非常支持 未來還會繼續擴大第二期 農業保表示,因為建立一個台灣林林萬路 為三地農民到國內外的消費端 希望透過林林的系統 讓所有農產品品質得到保證 其實農業部在整個農產品 包括農林、農漁序的這個產品 我們會建構一個所謂的台灣的一個冷鏈網絡 透過冷鏈網絡從產地端 從農民收穫開始一直到消費端 那這個消費端不只是國內的消費端 也到達國外的高端市場的消費端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冷鏈物流的系統 讓冷鏈不斷煉 讓我們的稻荷品質能夠確保 立委老建國也對今年農委會 新界行為農業保表示感謝 因為以慎變官 可以來照顧各個多的農民 讓他們有各個好的照顧 當時也讓農業保 不然是要照顧大 對中小型農產業者的林林輸求 也會提供相關的協助 農委會變農業部之後 最起碼我們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預算可以提升 農委會變成農業部 預算提升之後 就是要照顧好 我們更多的 雲農的這些人民百姓 然後也要讓我們的農業的 可以提高競爭的設備 都可以到位 照顧農民 照顧農業 以農為本的一個台灣 那絕無所謂的大撒幣這種事情 相信透過林林輸系統的建立 無關是對消費者 也是農民都有很大的好處 首先讓下一個洋菜訪報導 讓我們leb dro 新潮爐 謝謝各位 所以大家